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关注同名的公众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相的一些案例 如果是手上有这么一条天文 这种横穿天文和人文的这种纹路 你看,这是人文,这是天文 那么横穿天文和人文 这个是非常容易 也跟以前这个棺材文和杂文干扰一样 容易犯情伤,犯离散 并且这种首相 这个首整个非常的干枯,色泽晦暗 近期眉运比较多 35岁以前都是阻碍非常多的一种特点 这是一个首相案例 我们看这个 这个首相三条主纹路都是非常的深长 清晰有力 并且弧度也是非常不错 如果是深长清晰有力 但是一条是直线的话 代表刻性 就是说我们从这里看 就是看这个智慧线 人文这条线 没有什么好的弧度 它就跟直线一样 非常的刚直 这就带克性 这就带克性 那么人文这么深长平直 脾气性格比较 梗直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并且会因为性格问题犯情伤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手上的纹路非常的细长 非常的细 看见没有 不是很深 不是很粗 做事缜密 但是魄力不够 这种人一般通常是什么 智慧性非常的 就是说这个脑袋非常好使 但是胆子比较小 比较保守 魄力不够 独立 但是洁身自好 不愿意参与这种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 所以说 这个也没有什么晋升的运势 在官场上 在职场上 晋升运势不强 财供有十字文 容易得到贵人帮助 而获得财运 财运还是不错的 财运和官运是两回事 我们来看这个 天文是赴失业线 天文上挑是非常利于晋升 利于职业运势的 但如果天文有分支 并且冲克财工的话 长得这么好的一个财工 被冲克了 容易因为感情问题而破财 并且会影响工作和事业 地文的侧面 纹路比较多 地文的内侧 容易得到长辈的庇护 助力 容易得到长辈的帮扶 但是呢 也是主题家 外出发展比较好 财工饱满 财运旺 掌心凹陷 说明后期家财两旺 家财两旺 而且呢 这个首相当到后期的话 这个事业财运都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种 首相特点 首相特点 那么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 像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关注同名的公众号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